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里面主要重点的包括一些失业率的一个回稳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济数据包括欧洲的债务危机暂时的一个减缓的一个情况 令到现在的股市上升的比较厉害 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国企业所大型企业所公布的业绩 比如说是一些汽车制造汽车业,还有银行和其他的一些零售和其他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股票所公布的业绩都是不错的 而且现在来看失盈率暂时来说都是比较低,在18倍至22倍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这些股票呢,其实大型的公司,他们在亚太区的业务的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在我们反观那个亚太区的情况,特别是中国这个新兴市场来看 主要是由于农产品的上升,使得整个的这个通胀现在情况恶化的比较速度比较快 另外一方面,人民币的一个加速的升值也对这方面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使得整个新兴市场的这个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因素来说,并不导致于股票市场上会有如此大的一个反差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港股在兔年一开始之后经历了四连跌 而且在无论是大型篮球股还是低市盈率的一些大篮球的股票所遭受的估压都是非常大 那在我们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股票所公布的业绩来看 整个一些大型企业在四季度的一些盈利的情况来说还是比较乐观 在对于去年所公布的三季度的一些盈利对照来看 预期来说,大型的恒生指数成分股里面的蓝筹股 它的盈利情况在2010年应该不错 所以在三月份所公布的业绩报告来说 暂时还是比较乐观 现在出现的波动可能属于一个市场上暂时的一个调整 那从整个恒生指数的估值来看 现在的估值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